第六案 将医师纳入劳机法之适用范围 请公决案 请医师人员宣读提案内容 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鉴于医师公事超少 过劳进行严重 影响医疗服务品质及医病关系和谐 更不断发生医师因过劳危及健康与生命 而因缺乏法律保障求偿无门之憾事 然劳动部以医疗工作具有特殊性质 劳动基准法谈心部族等理由 不赞成将医师纳入劳动基准法适用范围 在新的名义已经选择了不同政党执政后 政府部门也将人事改组织计原提案建请院会做成决议 要求劳动部将医师纳入劳机法之适用范围 是否有当 请公决案 宣读完毕 依照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八条第三项之规定 本案经提案人收明提案只去 大体讨论后 即逆决交互审查或禁户恶毒 或不予审议 现在请提案人时代力量党团代表 宏委员慈庸说明提案只去 说明时间五分钟 主席以及各位立院同仁大家好 时代力量提出这个决议案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医生呢其实是现在在台湾少数没有受到这个劳机法保障的一个族群喔 那除了医师之外呢还有一些兼职的教师还有外籍的看护工都没有受到 那其实医师的一个过劳的情况其实大家都知道喔 那近几年呢更有好几位医师因为过劳的一个原因呢 呃上失了他的生命喔 所以其实我们提出这一个呃 这个决议案呢是希望说呃我们立院能够形成一个决议喔 因为已经呃我们已经选出了一个新的政府 那我们也希望说呃未来的政府在人事改组之际呢能够呃尽快的把医师呃纳入劳机法的保障 那因为现在其实大家也知道说呃呃医师他已经跟这个医疗院所已经是一个聘雇的关系喔 那他的一个薪资呢也是呃必须刻以薪资所得税 那也有已经有缴了一个劳保费的一个状况底下喔 所以呢我们呃实在力量希望呢呃未来的这个呃劳动部能够尽快的将医师纳入劳机法 好谢谢 这些红委员 那么平安 现在进行大体讨论 我们依照顺序发言 第一位我们请 林委员静怡发言 发言时间三分钟 好主席跟我们各位呃呃同仁大家早喔 在這個案子我們非常感謝大家終於關注到 醫師過牢的問題 我一定要再次的強調 醫護人員的過牢其實造成的是病患的危險 所以其實這個案子 我希望不只是只有醫療界的人關注 也非常期盼我們所有的民眾要一起關注 因為今天在幫你照顧的 不論是醫師或護理師或任何的醫療人員 他是在一個過牢的狀態之下 那事實上他的判斷他的決策 甚至他在照顧的過程中 他可以有的很多 可以比較細緻的一些醫療的服務 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這個案子我們希望不只是醫療人員來關注 病患能夠更加的了解 但是這裡也必須提醒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委員在這個案子的時候 有提出非常急迫的一些要求 我也知道說很多的醫療人員 尤其第一線正在血汗服務的醫療人員 事實上也非常的急迫 但是這裡有一些配套 我真的必須要提醒大家 因為醫療服務這件事情 醫療的提供 醫療專業的提供 跟其他的專業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說當你一旦出現這個醫療服務的空缺的時候 你是沒有辦法隨時找到 非專業的人來填補這個醫療空缺 那所以比較危險的狀況是 如果我們現在有這麼大量的醫療的需求 但是我們在這個醫療需求的整理 跟它的盤整裡面沒有辦法做到的話 那當這個空缺出現的時候 很有可能這些壓力會回到護理人員的身上 或其他的醫療人員的身上 所以去做人力的準備 人力的調度 甚至是這些醫療服務 不需要的醫療服務 或者是不該被排在最先層次的醫療服務 必須要去做一些盤整 所以包含我們這邊也要特別提醒就是說 我會建議有一些部分要先做處理 包含我們要解套非必要的一些業務 譬如說評鑑應該要大幅的簡化 一些沒有必要的文書工作 必須要大量的減少 而且在醫療服務的提供裡面 必須要依這個醫療所需的極重程度來提供 因為現在很多的醫療院所 事實上是用處理客訴的方式 擔心病人客訴的方式去做處理 事實上這樣子是加重了很多醫療人員 沒有必要的負擔 那我們其實有很多必須要同時配套處理的事情 包含落實分級醫療制度 改善重症的給付 再來的話也希望民眾能夠配合 再來醫療方式提供 必須要有一些變革 同時我們的民眾也有一些責任 包含我們要強調 我們要把比較多的資源 還有這個重心要放在促進醫療健康的行為 以及民眾必須要遵守醫主跟配合治療 另外我們在安寧療護 非必要的醫療的部分 必須要在觀念還有資源上面 人力上面都做一些盤整 所以這個案子我們非常支持 但是希望這個時間能夠在配套之後 再慢慢做出來 而不要壓特別的時間 謝謝 謝謝 謝謝林委員 報告院會 扁岸 停止發言登記 有誰要再登記嗎 好 都有登記了 好 那我們就停止發言登記 下一位請黃委員 國昌 發言